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,地方行政檢討已進入尾聲, 認為區議會值得保留日後產生的辦法將保留一定的選舉成份。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在《明報》暫文中指出, 中央對於各方面人士,在愛國愛港的前提下參與特區治理, 包括參選區議會,應該是持歡迎態度, 認為泛民需要參加區議會選舉。 他指出,泛民在上次遠勝杯葛新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, 對於自身的生存造成極大的傷害和衝擊, 如果這次再不參選區議會,就等於是自絕於香港的選舉, 在政治上是自尋死路,無可救藥。 羅文端又說,在現在的區議員當中也有幾十名泛民背景的區議員, 在審查和宣誓之後,成為符合新選制下的愛國愛港要求的區議員, 其中一些人都沒有道理放棄參選區議會的機會。 他又認為,以直選或民主來評價區議會的產生辦法並不適當, 因為區議會並不是政權機構,產生的方式並不涉及市民的民主權利。 不過即使有選舉成份,直選比例也不宜太多, 又需要通過間接選舉或委任的方式,吸入地區令銜與專業背景的人士加入。 感谢观看